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由很多动态员转过来的时候可能是一开始不太适应 但是慢慢就会习惯了 习惯就好了 因为你这种是让你的代码这个什么很很容易减少出现低级失误的地方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printf 有些人可能如果没有变成语言的基础 printf什么意思 printf是打印的意思 f指的是format格式化 我自不串的格式化我可能有什么呢 这是一个字符串我就想打印一个这么多份 欢迎 欢迎 谁谁谁是不是登录 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在网页上打印这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中间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动态的 你登录来了之后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你的用户名 别人登录来的时候显示的是别人的用户名 那这个用户名他其实通常都是存在一个变量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要打印这个字符串相当于把那个变量的值替换到 是吧 c到这个位置来 这个时候你就在这个地方用一个百分号s 就像你把这个位置先站住 站住这个位置 然后那后续我通过什么 是不是一个变量的名字 用这个变量内容对应的值去替换你这个百分号的这个位置 这个百分号s叫站位符 在这个字符串里面站住一个位置 等到后面用这个变量去替换他 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个意思 好了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啊 就什么呢 匿名变量 匿名变量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使用多重复值的时候 如果说想忽略某个值 就是说某个变量的值我不太需要 啊 我不需要他 就是说怎么办呢 比如说啊 嗯 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这种场景是吧 我们先给大家简单写一个函数吧 比如说叫FUNC 叫什么 叫 FO吧 这个FO表示函数名 好乱写的 然后呢 这里面呢我这个函数呢 retain一个什么呢 R1 R2 R2 够语言函数里面是可以有多个返回值的 比如我返回一个 Alex 再返回一个什么 9000岁 可以吧 返回两个值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怎么办呢 你的函数要告诉别人 是吧 你返回值是什么 这里面要加一个括号 这里加个括号 这个括号里面就是返回值 那我这个地方写上 第一个是字幕串 第二个是一个int类型 可以吧 这是一个FO很 这写了多少吗 不用多少吗 这个没有提示是吧 因为没装好了 这个地方返回什么 retain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函数 这个定义函数 写上一个定义 有 是吧 两个 返回值的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下周会讲 现在这里面举个例子 这个函数呢什么都没看 他就返回两个值 一个是alex 一个字幕串 和有一个什么 int类型的值 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说别人要调用这个FO 这个函数怎么调用啊 我说不得在他的下面调用是吧 在下面调用啊 你的逻辑代码都是放到什么 具体的函数里面 写上注释 调用FO函数 这个时候呢 我FO函数是不是有两个返回值 对吧 两个返回值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我说我这里面定义一个 呃 没有编辆用了是吧 AA BB吧 好吧 冒号等于什么 是不是简短声明啊 等于什么呢 FO括号 是不是调用FO这个函数 然后他会把FO的两个返回值 分别复制给AA和BB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万一什么呢 我就要alex这个名字 九千岁 九千岁 九千这个值 我不想要他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通常什么 下面要是我就用到这个AA啊 那我就这个地方写上fmt.print 写上这个A 是吧 这样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啊 那我BB这个值是吧 我没有用到他 因为我不想用他吧 就不用他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又不能这么写 怎么办呢 我先用一个匿名变量 比如说用一个占位符 在勾语言里面固定的就是一个下滑线 这个占位符 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占位符就相当于什么 一个垃圾辣球尺一样的东西 我把这个变量复制给他了 像一个辅动一样直接扔过去了 我下面不相当于就没有这个变量了 能理解吧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这个下滑线多用来用到干什么呢 用于 用于接收什么 不需要的值 不需要的那些值 可以吧 这是匿名变量 匿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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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这是看别人代码的时候通常会用到这个斜线 小滑线 OK吧 这个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来 注意我把这些都给他注视了 注视了 来我在最下面给他写一个 挖一个name等一个 Alex 然后呢 我就挖一个name等一个什么 哪扎吧 这也没问题了 FMT 这有什么问题 看是飘红了 为什么 首先你要注意 挖声明表示什么意思 挖关键字 编译器一走到挖这个关键字 相当于他要向内存 是不是申请一块空间 我要存一个数据了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现在要干什么呢 这个内存空间是不是就给值给了这个name 那接下来你又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又去申请一块内存 再复制给name 这是不允许的 能力吧 变量在同一个作用域里面 变量是干什么 不能够 重复申请 不能重复 不能重复 不能重复申请 不能声明 变量 同名变量 这个尤其要注意 有需要注意 这个 同名变量的问题 然后还有刚才同学说的什么 你全局 你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什么 这叫什么 其实这个语句叫变量声明 对吧 声明并且复制处置化 但是你不能这样 挖一个什么 Alex 注释了 然后什么 Street 然后呢 Alex 等于 大帅逼 这样有什么问题 对 也不行 为什么 这是语句 这是代码的执行一个复制操作 上面叫变量声明 这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所有的逻辑的代码 其实应该都是放到哪里的 放到函数里面的 用函数去管理你的代码 它不像别的脚位语言 我从上下写的 就像顺着写 能理解吧 这个意思 但是你像上面这种 我写到一起 这是叫变量的声明 能理解吧 这是一个就是变量的声明 只不过我声明的时候 同时给他指定了一个默认值 这样写是一个先声明 这是一个独立的语句了 复制操作 复制语句的操作 就是变量和相关的一些 注意事项 注意重点就是哪里一个这个 下方线是接触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在日常编码的时候 遇到某些函数的返回值 我们不想管它 不想处理它 怎么办呢 就直接用一个下方线就行了 这个下方线是可以支持什么呢 重复是声明的 比如说这个 C 拿过来 首先这个AA是把那个 alix接收了 这个向号线是把那个age接收了 对吧 我再来一个什么呢 DB 向号线 DB 帽号等于FO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现在我 我不要你前面那个x 我把这个9000拿到了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是没有问题的啊 你说你这个 现在是不是这个声明声明了一个下方线 这个地方又声明了一个下方线 这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下方线呢 它是一个特殊的变量名一样 把你一些不需要的变量都给它放到这里面去了 OK吧 这是可以的 关于变量其实就这么多了 其他的没有了 还有什么问题吧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啊 冒号等于和这个站位幅 这两个是我们以后经常会遇到的 函数里面才能使用冒号等于这种简短声明 然后呢 一个单下话键多用来表示站位 所以某个变量是忽略它的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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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